各位同仁,大家好,是不是有請副部長 楊副部長請 委員好 副部長你好 這一次南韓的艦艇 發生爆炸這個事件 你們什麼時候才掌握到這個消息 我們在最快的時間,第一時間就掌握到消息了 比總統還早 狀況發生以後,我們就有回報 所以我們對事件的發生,對你了解 你說發生的時候就回報 我們駐外單位有回報給我們 駐外單位 那消息哪裡來的 我們從韓國裡面來 詳細細節請我們的 從韓國那邊來 我們在韓國有軍協助 那你們到底是比馬英九早知道還是晚知道 這我就不清楚 你當副部長你怎麼會是不清楚 你不清楚你跟我說你第一時間就掌握 我們在第一時間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會是第一時間呢 第一時間應該是中央社吧 第一時間是韓國的時間,事件的報導 以後我們就曉得了 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就知道了 我是說你們怎麼知道了 我們是透過我們駐韓國的軍協助 回報以後知道 那你們為什麼會比中央社漫畫 給總統報告呢 我們沒有說按照標準的程序 我們不是直接向總統去報告這個事件 那你們跟誰報告呢 我們尋國安的機制在報告 細節部分去報告 你那個停止是 他要做事 好你說明吧 那我們現在在第一時間裡面 我們所能瞭解的是由我們的 韓國的外館 他是統一指揮機制 軍協組做一個回報動作 我們也要他持續做報告 那麼我們同時要做其他的動作 也就是我們要相關的單位 好那我請教齁 這個次長你也可以一起回答 事件發生是幾點的時候 韓國時間是在 我們的時間是8點45分 8點45分 是的 那你們掌握是什麼時候掌握的 我們是大概是 差不多在9點左右就掌握了 9點左右就掌握了 那總統什麼時候掌握的呢 這方面我總統在國外我就不清楚 你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呢 我們是瞭解到我們國防部本部這一段 所以你沒有跟總統回報耶 啊我今天問這些問題就要推錢 回報因為是以國安的機制 國防部使國安機制一部分 那你向誰回報呢 到部長這個部分就停止呢 還是有在往上報 按照我們的作業程序的話 要向國安體系要回報 那你向哪一位報 我們向國安會回報 那有什麼時候回報 這方面要 那你不知道嗎 對啊 楊市長 楊部長 楊副 這個齁 大家都內行人 大家都內行人 顯然你們這個都 都沒有 沒有一個 我們掌握了訊息以後啊 就已經跟所有的國安體系都已經通過電話 而且是有 你們幾點的時候通過電話 9點中 部長就已經作證在部裡面 然後呢 都 就同時在時間打電話 同一時間打電話 幾點打電話 就在9點左右 9點左右打電話 就已經跟所有的相關的這些 國安部長就打電話 那所以你意思是說 責任不在你們 是在國安單位 沒有第一時間跟總統報告 我們是按照標準作業的程序 做這樣的一個資訊 你要知道 因為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9點的時候部長就坐在辦公室喔 如果哪一天剛好 報紙報出了 他9點不在辦公室 那你怎麼辦 來國會不能隨便講喔 知道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掌握消息以後 部長就到部裡頭去掌握狀況去 蛤 我 我希望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的確是如此 蛤 我是剛剛看你這個答詢啊 顯得你對整個狀況也不是很清楚 你用你的 你用你的這個反應啊 在應付我耶 跟委員報告 沒有在應付委員 蛤 我們的這個通報的體系 都有這個簡訊通報 而且時間都有揭露 你們哪 國防部非常重要啊 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們如果國防部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掌握 而且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經由你們的管道 跟總 讓總統知道 總統還 還是透過中央社的記者 採訪才知道 這個是國際的笑話耶 蛤 這坦白講 我們整個國軍啊 顏面無光耶 是不是 你現在跟我說啊 你第一時間就掌握 我想有多少世人會相信呢 蛤 蛤 我們的確是在地上掌握 好啦那我再想 我想我們也不必爭辯這個 蛤 我是希望未來啊 你們真的是能夠做到 第一時間掌握消息 第一時間啊 把這個軍情 回報給總統知道 這樣才有辦法確保國家的安全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總統開了三次國安會議 國安部拿 那幾個人參加了 總統在國外訪問 那麼臨時召集相關的人員 做這樣的一個問題的討論 我們沒有辦法在現場 跟總統做任何的討論 你們有被邀請參與嗎 我們沒有被邀請參與 因為在現場總統是針對事情的 做相關人員的一個意見的交換 他是用 他是就跟他隨行的人員開國安會議呢 還是也有電話通訊的話 據我了解 當場這個總統召集相關的人員 做一個討論 那個並不是國安會議 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 沒有邀請你們 那個並不是國安會議 那是總統把高級的這個幕僚 請過來討論 所以我說你不了解 總統說那個是國安會議 你在這裡說不是國安會議 總統說他開了三次國安會議 就把在國外的那兩次都拴進去了 你又說那不是國安會議 我跟委員報告的是 根據我們的國家安全法的那個規範 跟總統的資權 那樣的定義的國安會議 所以那個不是嗎 總統在國外訪問 當時遭遇的十兩萬人會議 那你這樣的話你算坦白啦 你算坦白啦 因為你就國家法律來講 你應該受到肯定 那顯然總統是在作秀嘛 他開的根本不是國安會議 跟國人說他開國安會議 而且跟國人說開了三次 那顯然國防部還被 都沒有被安排在裡面參與啊 真的要打仗的是國軍 開國安會議 竟然國安部的人沒有參與 這哪算什麼國安會議 你剛剛講的說那個不算國安會議 等於是 等於是讓馬英九打了一巴掌啊 根本都是在作秀而已 三軍統戰他對於任何重大的事情 他都會召集幕僚做任何的一個質詢 這是總統的質權 我們當然知道啊 但是那不是國安會議 你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 韓國開了幾次國安會議 你知道嗎 據了解據報導是兩次 是兩次你看 韓國當事國開了兩次國安會議 在台灣馬英九召集的三次國安會議 你覺得會不會太扯了一點 這我不變質詢 不變了齁 我想也是 你張維人家的副部長 他很扯你也不方便講他 我也不能夠勉強你 但這個也可以 你剛剛那個答案可以讓國人知道 總統開三次國安會議 而且呢 在國外根本就國安法 相關的法規根本不是國安會議 他硬把它說是國安會議 那證明什麼 證明就是他很認真而已 其實沒有必要嘛 對不對 沒有必要 韓國當事國才開兩次 他硬扯硬算了三次 這個真的是令人莫名其妙 那坦白講 他是開這國安會議 還有一個 我想應該很多委員都跟你們反映過 這個爸爸莫拉克風災 總統硬是不開國安會議 硬是不要 一直到頭七的時候 抵不住這個國人的壓力的時候 才開一個國安會議 就這一次韓國就開了三次國安會議 比別人更關心 自己發生災民的事情 莫不關心 這個就是我們的總統 你知道嗎 這個次長 這個是我們的總統 所謂的領導三軍統帥的總統 應該好好跟他建議一下 另外齁 今天報紙抖大了這個篇幅在報導 你們這個為了要強化軍紀 所以要讓今年的這個國軍超一點 你對這樣的做法 你本人怎麼樣 這個是部長的這個意思嗎 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有沒有辦法達到效果 向委員報告 報紙所言非時 非時 是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演訓 都是在去年就規劃好的 是按照我們的需求來進行的演訓 並沒有說增加額外的操演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這樣講 那就更糟糕了 至少就是說 部長還有 針對這個軍紀的事情 有打算要做事情 那你又說 這個做這個事情不是為了軍紀 那目前 國人最關心的這個軍紀的問題 那你們到底打算怎麼做為呢 軍紀跟軍演是兩個不一事直屬的關係 軍演是軍演 那軍紀跟什麼有關係 那軍紀跟什麼有關係 軍紀是跟軍隊的這個 那個操守跟軍隊的一些訓練 訓練 你剛剛不是說軍演不是訓練嗎 軍演是訓練的一部分 但是這兩個不是直接的一個掛鉤 你剛剛才講 要不要掉袋子看 我剛剛問你說軍紀跟什麼有關係 你把訓練講進去 他看很多的部分 包括平常的服裝飲料 包括性的橘子 各方面都有 包括他的操演都有 你剛剛說 那個軍紀跟軍演沒有關係 然後你又說跟訓練有關係 訓練 軍演就是訓練 那你要到底幫我去改講 但是短者不是直接的掛鉤 我跟你講 軍紀啊 就我看來 的確跟訓練 跟軍演沒有那麼直接 這個是事實 那軍紀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軍隊的中心思想有關係 這跟一個學校都有校訓 家庭呢 都有家庭的這種家規在裡面 學校有校訓 軍隊應該有中心思想 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出在過去啊 我們是要反攻大陸的 過去是把 佈置一千多美的中國 對存我們的中國 當作是一個 打擊或是敵對的國家 我們有一個目標在 捍衛國家 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啦 現在把中國 當作是我們的上國 國軍是中華民國的軍隊 你好好聽 這個你不必跟我爭辯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要跟你講 現在軍紀的換算 最大的問題出在這裡 一個中國的政策 抱中國的大腿 處處 還不是一個地方 處處 整個國軍 就失去了一個中心的思想 今天你們把這個蔣介石 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雕像 再重新引毀國軍 當然你們有你們的意識形態在啦 但是 那個 對整個國軍 包括軍具 包括中心思想 都沒有任何的關心 如果啦 如果 你們啊 真的是對蔣介石尊敬的話 他過去是反共的 他很反共耶 我去韓國 我跟你講 我為了讓台灣 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我拜訪了韓國很多的人士 各國都有啦 其中有一個 他說他一定支持我們 為什麼 他說他對蔣介石的尊敬 因為他反共 其中我拜訪那麼多 各國我都去拜訪過 其中有一個人跟我講這個樣子 他說他會支持我們 他說他為什麼支持我 他說他對蔣介石非常尊敬 因為他反共的立場 非常的堅定 今天如果你們把蔣介石的雕像 重新引回軍區 如果沒有辦法記取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那個都是 一點用數都沒有